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 上海人过年期间一般要花费多少钱 花费多少 现在是过年 平时我们天天在过年 天天过年 过年无非就是鸡牙鱼肉 吃的话 穿衣服 现在的衣服都是打固定的没有了 都是半成新的或者新的 和过年的差不多 对 过年无非是吃穿玩乐 夫妻过年放炮炸爆炸 和热脑 和热脑 现在除了这个烟脑以后 爆炸以后 就是吃的 平时再好一点吧 再吃的好一点 家乡贵的平时手不着买的 过年就买了 就放手买东西了 打了对下 去五十块一斤 现在是 我上市去看了一看 六十块一斤 这个下味道好 现在上市了 平时手不着买的 过年就买了 鸡牙鱼肉不稀奇了 就买一种比较贵的黄鱼 大一点的黄鱼 还要讲究衍生的了 这个衍生的价生的 现在看不明白 把你看不清楚 反正钱贵的美吧 现在我们老了 春天到祭司了 过一年少一年了 看开了 所以口袋里摸 不得出来就买 贵的也买 一般用钱消费钱 过一个年 老夫妻两个人 加上孩子们开销 一百块 师傅费一般吃的东西 消费一百块钱 一百块一天 一天 油盐降出不去算 就成了就是买点菜这个方面 一年了 这一天的消费 总要加倍吧 放倍吧 一人两百了 两百了 那嫁起来过一个年 一个春节三天算的话 要吃的方面 一两千块准备了 假如你饭店里面吃 那没底了 一家人家 或者两亲家夫在一起的时候 十个人左右 那么这一做菜 这么两千块你要算 您过年年夜饭 是在饭店吃还是自家做 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在家里过 在家里做 总而言之 你饭店里面的菜 总是一会儿不大方形 都是半成品的 很多的 玉制品的 他拿出来 塑料袋一打打开来放进去 一热 饭店做了一热 就从菜上来了 这个里面的添加器很多 有些不会烧 不会煮的了 还有房间里省事 大家放放落落 达到一个快乐就好了 那像过年的话 以前啊就是买新衣啊 什么之类的 你们会买衣服什么之类的吗 鞋子啊 鞋子衣服呢 一般来说不买 不买了 因为这个鞋子 现在小孩鞋子 鱼起伤了都是不小心的 像我们小时一上鞋 穿到底 穿破了 再去买一上 对 现在孩子没起伤鞋 是 条件好的 七八上鞋 衣服也是比较新的 对 过年 这么穿 最好的 最新的 一般来像我们过年 我们这个衣服就过年了 这个衣服 挺好的 挺新的 裤子换条 是 对 换上休闲 比较好一点的休闲鞋 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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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干净一点 稍微新一点的 对 往新的方面去考虑 蛮好的 穿的蛮险精气神的 过年这个穿衣服了 就是和平时也差不多 那些花费 比如说包红包啊什么之类也要花费吧 也是过年了要到封京县了 封京县 对吧 这是一种快乐的时刻 就是这个天顺植的享受 年三十月 十年月发生的时候 两个老人一住 我说老人 中国也就是传统的呀 一住 有圣子啊 外圣啊 孩子包过来 说爷爷奶奶身心健康 开心 新年快乐 健康长寿 小孩子一觉了嘛 老人都开心了嘛 带着红包 奶奶一包 我一包 爷爷奶奶给两包东西 整个一年 过一年算下来 包裹红包 算一下有多少 五千块就只有一个鱼 多年嘛 就这个 只种在这个 五六千里边呀 五千里边呀 泥 店 店 店 夹独裙 店